古人云 塞翁失马 烟枝飞浮 一场车祸 是本来封烟再起的婆媳战争 演起西谷 婆婆和老妈为我疗伤 展开了厨艺大赛 此时 对于小柔来讲 哥的到访令她欣喜若狂 小柔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想同她暗恋多年的人 说几句话 聊几句天 幸亏苏黎呀 没出什么大事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 你这说那些傻话 没有用处的废话 苏黎真要是出那个意外 你 你不活了 没有什么用处 别整天的空间 帮不上实际大忙啊 知道吗 是的 你能帮 你能帮啊 用你的笔戳戳 一起孩子病症好吗 李一帆 你到底会不会骑车呀 以前不会 现在学会了 你什么意思 你拿我练手啊 这种作分 哎 这种到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嗯 谢谢你帮我先帮你做 谢谢你的咖啡 嗯 嗯 进去坐会儿 嗯 下次吧 嗯 好 再见 嗯 哎呀 好香啊 哪位神仙散到我饿了可怜我炖鸡给我吃啊 不是给你吃的 没你的份儿 给你姐树里炖 给我姐炖鸡吃 我姐怀孕了 不是怀孕 是你姐差点让车给撞死 呀 我姐没事吧 没事 她只是受了点轻伤 哦 右侧小腿骨折 我问你 你今天上哪儿去了 我 我上班啊 上哪个班 哪个班 啊 不是那个 撒谎你 你姐今天我跟你说 创车之后 就住在你们医院里头 她需要手术 这时候我叫小丽到处去找你 在你们医院里头 可以说都找遍了 回来的消息是啥呀 辞职了 你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呀 你也不跟家人商量一下 你就辞职 你太草率了 姑娘啊 我当时不跟你们说 不是怕你们着急吗 我问你 你今后怎么办 你怎么办 老妈养活我呗 你呀 做梦去把我养活你 你也太瞧瞧我了吧 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 我今天已经找到工作了 是整容医生 工资呢 是以前的好几倍呢 骗人呐 真的 是不是哄我们呢 你挺会演戏的 我看你比张柔还强 将来你要演戏能比他火呀你 哎 昨天晚上我上次那屋去 他跟我说 妈呀 明天早上我给你叫我啊 我等按时上班 你别悟了 你看 这不是就这样了吗 辞职了 这么天大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你不跟家长商量商量商量啊 你可太有主意了你呀 我没说不是怕你们担心我吗 担心也比烧片强 妈 鸡汤包好了 什么时候给叔伟送去啊 马上 现在这病人呢 我跟你说 这需要多喝点这汤 营养营养啊 当时他醒了你就喂他 不喝也劝他喝啊 舒培啊 你跟小李一块去 省得晚上他一个人回家走黑路 他害怕 哎 爸 我也去吧 反正我是医生 顺便看看我姐的伤 到底怎么样啊 你别去 为什么不能去 我得去看我姐 我还没教育好你呢 妈 等我回来 你再教育我吧 妈 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为什么 叔里也需要人照顾 再说 你们都挺忙的 我也不上班 我就多陪他几天吧 那行 那你先去几天 我妈让我妈替你去 那我去完了妈 再见 收银 姐 你没事吧 没事了 放心吧 我没有受伤 心里面反而受伤了 你知不知道 我回家的时候 妈妈跟我讲 你出车祸了 我还以为她跟我开玩笑呢 结果呢 我看他们特别严肃的样子 我才知道是真的 嗯 不需要担心 没事儿 哎 你饿不饿 嗯 小子啊 你饿不饿 你炖鸡汤了 真的啊 嫂子 谢谢 谢谢什么呀 来 喝了 别吵我嫂子的食物 我没生病 我不允能喝倒 哎呀好香啊 嗯 听书里说 你最近发展不错啊 什么呀还行吗 还能说还行 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是啊 你说现在是 买名牌的人多了 可是那些国外大名牌全进了 我们这国产名牌压力太大了 做事是这样的了 你听我说啊 有压力代表有动力 哎 你怎么样 我 哎 怎么说 前途光明 但是道路曲折 虽然重组了造纸厂 但是遇上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污水排放量超标 如果在半年内不能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造纸厂就会被勒领停止生产 那你这些难事 肯定都没跟家里人说过吧 哎 跟他们说有什么用 他们又帮不上忙 而且会让他们担心的 你呀 你就是什么难事都自己闷着 也不跟人说 谁也不知道 那想帮你都帮不上啊 哎 这么说你能帮上忙吗 我是帮不上你啊 可是我爸能帮你啊 你别忘了 我爸以前就是搞污水处理这个课题的 啊 真的吗 那当然了 哈哈哈哈 还有啊 我那汤包好了 让你帮你送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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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 你这光蒙口香 你做婆婆的 你到医院去陪二媳妇几天吧 我不是 啊 不是 我不是在煲汤吗 我 我 是不是在煲汤吗 好 哎 你坐这儿吧 谢谢姑娘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师叔 师叔 那个您稍微快一点好吗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呢 天不热呀 挤公交车气的 听见吗 咱一等下一站一会儿就来 那我一会儿上去等你啊 妈 你来了 来来来来 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好 我没事了 真是不错啊 妈 你也来了 别动 别动 你的腿能不能使劲啊 可以 别动 别动 孩子 你这吃的还好吧 还好 来来来 妈给你煮点汤 谢谢妈 妈 你的腿不好 以后来的时候就赵一开车送你来吧 嗯 瞅我这傻儿子 你看 一天到晚就知道上班就知道挣钱 连媳妇的妈也不知道来接一接 哎呀 那要是 连亲妈都没接你说接我的丈母娘啊 那要叫你知道不得妒忌啊 怎么会呢 瞅你 我就弄点心眼啊 就是说你们要搬家嘛 嗯 哎呀 我也没需要送的 我去 人都在啊 啊 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 怎么多事啊 这么来的就行了嘛 梳理啊 我是让她给你送东西去了 那个妈送咱们一个电视 啊 电视 那太破费了 没什么 不值钱的东西 哎 亲家母 你不是说给梳理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我这 给我看看 哎呀 这小子兜兜吧 妈是给你做床背 哎呀 真是漂亮 手太巧了 你看 梳理 我也想亲手啊 做点什么东西给你 可是我从小没学过这个 不会做活 哎呀 漂亮死了 你看 只给你们买了点不值钱的东西 哎 装的还合适 啊 合适 那个 已经安墙上了 啊 什么啊 电视啊 安墙上 不是 就那个 液晶电视 就跟个木板似的 哎 你们坐怎么都站着呢 来来来 啊 啊 你送的电视是安墙的电视啊 来来来 坐坐坐坐 真是漂亮啊 坐吧 哎呀 这手巧真是不错 这要在日韩市场啊 那可能卖个大价钱 没啥大价钱呢 你看 你懂啥都懂 我啥就不行呢 你什么就进电视什么 什么 我真的向你学习嘛 我跟你说 这个是传统的 我妈送的是洋饭的 咱们都喜欢 是不是 树莲 对 都喜欢 都喜欢 妈 你的腿不好 以后你有空 多在家歇歇 别累着了 你是不是认为你妈老了 啊 哎呀 你不行 行 我跟你说 你问 你婆婆 啊 头几天我帮着你去抓那个 啊 骗子 还有那个上楼市场 咋样啊 什么骗子 就是那什么 就是 没什么 没什么 啊 别操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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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说 你不听说 我听说 你不是想要 的 只要是说 你不是说 他 不想要 没什么 我听是不是 你的 ily 你叫你 我听说 5块钱两 5块钱两 这算荤菜是不是 对 买一个行吗 这是两个一起卖的 买一个行吗 师傅 你要不要 那行 要吧 嫂子 你来了 我妈给煮了点汤 那 这 我要吃 我要吃 没什么好菜 我拿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啊 嫂子 哎 不过好像是 嫂子 嗯 这阵你是忙坏了 七早贪黑的 我给书里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哎 你说什么呢 这都一家人谢什么呢 再说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陪陪书里啊 我还挺踏实的 哈哈 哎 到了 行 我给你靠边停下啊 嗯 好 哎 等会儿 嫂子 这个 我跟书里商量吧 你这事也是忙坏了 我知道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不 没 我就当是给小谷买点东西 赵毅啊 这钱我真不能要 好 吃 什么 我根本就会责死 我会责死 itations 明远 你 我 οι 你 看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 这饭多的请啊 要不请我跟你说 这都不来呀 吃饭 来个馒头 哎呀 这做菜的水平有点退步啊 咋的 这味道 咋的味道咋的 你这不挺好的吗 这味道怎么的 挺好吃的 不是妈早上 我不是让你把这个扔了吗 又没有照保鲜膜 这不能吃的 这不是你拿回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拿回来了 妈 这是我从医院拿回来的 那你这里有种情况 我吃了 这不挺好的吗 我吃了 我看我说不坏 没坏 我吃平了 是这么回事 那个赵家阿姨啊 做了汤过去 然后菜打了就 就没动 我怕 不是嫂子 你以后没必要这么节约 该扔什么就扔什么呀 不好吃就别吃了 我吃啊 不是你也不能吃 这吃了会生病的 咋的呀 咋的呀 节约有什么不好啊 那没坏就吃呗 不是妈 你怎么老误会我的意思呢 行了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吧 我说了啊 嫂子你不许吃啊 吃了会生病的 你怎么那么无知呢 书姨咋这么说我呢 我发现我做什么你都 你都看不上 我是无知 可是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你前两天 我给你见识个男朋友 你又说什么想想来的 什么介绍怎么怎么地的 那你看你自己最后找的 不就是李依凡吗 他就是我给你介绍那个 你哪就那么看不上我呢 不是嫂子 我只是在救 行了别说了啊 小灵 别跟你一般见识 啥了不起 你天多弄个家 阿芬蒂从水中探出头来对大家 还没睡着啊 这样 妈妈快唱歌啊 好 我亲们别爱 我给她儿子唱歌 我还没睡呢 我还得过晚上那些生气的 女大不争留 留来留去 留成仇 赶快把淑姨嫁出去 不然不一定又出什么大乱子 出什么乱子 小丽在生活细节上 确实不太讲究 可淑姨在表达方式上也有些问题 我看他们两个人都有问题 特别是淑姨 你说现在 哎呀 那工作多好啊 你说在医院里头 你这个铁饭碗呢 那自己就打碎了 你看 我看他今后我跟这对象怎么办 真是 旧病啊 刚刚去这新病又来了 老伴 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 这不早改革了吗 我们做鞋都改革了 现在呀 没有拿工资的作家了 当然这不说 以后不要作家 或者是作家没有工作 不是的 你呀 吃大锅饭吃惯了 现在 现在是凭能力吃饭的时代 像咱们 属于这么有能力的好孩子 不管走到哪 都是头等医生 头等医生 是改革了 我明白 我可都看了报纸上都登了 就那博士 都没人要 哎呀 心什么呢 我看他今后他怎么办 书一是亏谈恋爱的 你不用急 至于你说找男朋友的事 这不应酬了 那天我看来的那个 小丽朋友的弟弟 相貌 人品都不错 据说还是做什么 CEO 那你说他都没工作 人家能要他吗 人家看你是人 不是看你做什么工作 哎呀 行了 你这么说的话 真踏实点 你说还有咱家这书里 就是咱闺女 不过那他老赵去 他干嘛一天 哎呀 送这么一块汤来 不啥意思 不是我问你老伴 你别笑啊 他是不是明显的看我这个啊 这家厨艺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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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呀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 怎么了 那样明早咱早就起来呀 干嘛 我 明早再告诉你 啊 啊 你咋告诉你 啊 好吃 啊 王手里同志 你好 那个 嫂子 哎 你要多吃啊 嗯 你放心啊 你坐吧坐吧 给我 我就在外边 马上回来 啊 你要多吃虾和鱼 哎 我知道了 怎么吃得这么好啊 难道吃也要分三六九等吗 开个玩笑嘛 今天来呢 第一呢是来看看你 再一个呢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局里呢 最近要开个会 民党们呢 想让你帮忙 给写一篇发言稿 发言稿 难道写发言稿不需要学历吗 哎 王手里同志 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嘛 局长说了 你的文才好 所以这个事呢 拜托你 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呢 就是全局上下 一直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 嗯 再有呢 就是现在局里有一个名额 呃 是去人民大学啊 呃 进修 呃 但是呢 需要看考试成绩 我呢 把你推荐上去了 呃 毕竟你是咱们处的中间力量嘛 什么什么 那中间力量 那中间力量啊 你帮我看一下 你看看 我这上厕所的工人都够啊 没事 哎 那劳动不该人人有责呀 真是不可以有怨言 哎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怕我这好好一锅汤啊 被你给我弄坏了 哎 我跟你说啊 咱们家现在的家务 太繁重了 行行 我明白你意思了啊 你就别嫌烦 你昨天晚上给我唠叨了 半宿不就是个请保姆嘛 哎 咱家底拐弯就家政公司 你非这么大钱干什么 哎 关键不是请不请的问题 关键 关键是钱的问题 对 哎 哎 你怎么才奇啊 你今天没事 你以为我愿意在家待一两 夜戏 哎 那正好啊 你给你哥打个电话吧 一会儿把他叫过来 咱们一块儿商量一下这事儿 好不好 行行行啊 这事儿你安排吧 啊 我不参加了 哎 又开会啊 对 宅宅 小心啊 喂 妈 哎 我在家呢 今儿不是搬新家去吗 又开会 我走不开嘛 不是那搬完了去去吗 行行行行 呃 等回去以后呢 咱们再仔细地说说这个考研的那个事儿 好吧 谢谢厨长关锡 谢谢啊 哎 你那个保姆怎么还没回来呢 她是我嫂子 嗯 哎哎哎哎哎 什么样子啊 怎么着 刚才说的第一个议题 什么意见 你先说 你的意见呢 不就请保姆嘛 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挺省事的呢 我举双手赞成 那 赵益 您呢 成 那个 我还搬东西呢那边 嗯 第二个议题呢 就是请保姆的费用问题 嘿 哎呦 这问题好解决 呃 凡是住在这家的 你 我 小柔 俊胎 好吧 我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考虑了良久 我觉得这样做呀 有事公道 嗯 大家想想啊 我们 请保姆的初衷来源于哪里 您呢 你别添乱好不好 既然是一家人呢 那我就不说两家话了 这个王淑李呢 受伤住院了 这对王家和我们家 都是很大的打击 我怎么听着那么悬呢 我嫂子受的是轻伤啊 没事 我知道 所幸是轻伤 但是呢 虽然是轻伤吧 可是呢 我们家缺少了一个劳动力 哎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就好 嗯 那我就直接了当地说我的意向 如今王淑李住了医院 我们要天天给他煲汤 而且呢 我们的A制轮到他做饭的时候呢 空出来了 没有人做 我把这段时间叫做真空阶段 那么呢 我们就要填补这个真空阶段 所以就成了请保姆的原由 那行 既然这样 妈 这保姆的钱都有我来出去就行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认为这样也不公平 保姆既然请了 那填补的就不只是王淑李 这一个真空阶段 我认为我的 你爸的 还有小柔的 我们的时间也被他填补上了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出一份钱 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平 我哥他们之前偶尔住在这儿 是因为工作单位太远了 人家买了新房子 人家可以完全独立生活 再说了 我那边也有自己的房子 我觉得 你们怎么摊派也不应该摊派到我哥身上 我只出百分之五 哎哎哎哎 行了 我出一半 完了剩下一半 你们仨一分不就得了吗 不行 这样不公平 我看哪四分之一 一间出一份 我妈最不公平了 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 您跟我爸各出一半 嫂子 你知道您向我妈怎么说 吃饭呢 你们大家都先别吃了 咱们想想 这个请保姆的初衷是什么呀 您呢 去去去赵柔 别添乱啊 王叔李呢 受伤住院了 这件事 对于咱们家来说 对于他们家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另外这个 AA制王叔李负责做饭的这个阶段 是不是空出来了 我称他们为真空阶段 这个真空阶段呢 咱们家人哪得给填上 所以 这个就是咱们家请保姆的初衷 嗯 基于以上几点呢 赵懿 你是不是应该担负 这个请保姆费用的四分之一 嫂子你别生气啊 你说我妈怎么是这种人呢 你不生气吧 最后 终于通过我的聪明才智 把这件事给摆平了 哈哈哈哈 呦 书牌来了 请请请请 哎 书牌啊 赵叔叔 什么时候你就开始来了 哎 怎么样 你爸不跟你说了 说了 哎 说什么啊 你快点给我们倒杯水行吗 秦阿姨不用忙了 是这样的 赵叔叔跟我爸爸说 现在赵叔叔公关的那个课题 可以解决我们厂里的污水排放问题 所以我就匆匆忙忙赶过来了 啊 书牌是厂长 是啊是啊 来来来来 请坐下 好 来坐坐坐 赵叔叔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厂呢 面临的是倒闭 或者是在郊区建厂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倒闭的话呢 开发商给我们的安置费少得可怜 哎呀 他们给我们提出了污水排放太严重的问题 所以呢 一直在打压我们的价钱 现在工人都不干了 天天跑到我办公室里边来闹 我想 只有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呢 我们厂里才有重生的机会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啊 我们老赵已经退休了 哎 吃杯啊 这个任务啊 不是不能完成 但是呢 他 得需要时间和精力 哎 我记得你们厂有二十年历史吧 三十年 对啊 现在多亏有了电脑 但是他还要需要很长的时间 要多次的对比和考察 这样才行 赵叔叔 现在真的是好几百人 睁大了眼睛 向他们盯着我 所以 我才会求到您的头上来的 哎 老赵 哎 你们厂那个老刘 他不是挺好的 哎呀 老刘哪儿行啊 他就会痴上痰病 哎 这可是个大工程 几百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 是吧 赵叔叔 好 我答应你 老赵你不要命了 哎 昨天大夫说他高血压 需要多休息 哎 哎 书伟啊 哎 不过咱得说好了 咱也得实行那个 AA制 我呢 负责整个工程的设计 还有一些 细节工作的安排 啊 你呢 负责现场的勘查和对比 好不好 啊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哎 太感谢了赵叔叔 我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哼哼 年轻人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哼哼 哼哼 你看 什么怎么说话呢 这是 我这棵老树啊 还要开心话 哈哈哈哈 老树 啊 我看你是铁树 早晚有一天 有你生锈的那天 嘿嘿嘿 哎 咱们啊 回头具体研究一下 好不好 哦 儿子啊 今天真乖 待会妈妈给你买个大西瓜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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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小柔 你怎么今天来了 你要我给你买了一个西瓜 来来来 坐下坐下 别站着 不坐了 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 我还是为上次那事来的 上次你说你正在寻找剧本 是这样 我手头上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 等我忙完这段以后 我专门量身定做 给你写一个 哎呀 当演员不容易啊 没有好剧本 也许一辈子都出不来呀 您现在写的这是什么剧本啊 我写的是个现实题材 我想写一个真正的英雄 这个人呢 能够坚持理想 坚守信念 坚持道德 从他身上能够真正反映我们几千年代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 那这个题材挺好的 妈妈 这个字念什么呀 这个字念 别 对吗 对 妈妈说的肯定对 肯定不对 怎么不对呢 吃飞回来了 小虎 来 抱抱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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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盖片了吗 忘了 怎么又忘了呢 赶快去吃 快 你骗人 这个不念蝶 蝶说这件处的处 不念蝶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臭孩子 怎么回事 小虎问我个字 说错了呗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还不算大事 我跟你说 教育孩子 这可是一辈子的 这么小你就跟他乱说 万一他真记住了呢 兴许就忘不掉了 我也不是老师 我哪认识那么多字啊 你不认识就跟他说不认识呗 你别懵啊 你说我当妈的 我要说不认识 我多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就好意思跟我顶嘴 我也没和你顶嘴啊 我哪顶嘴呢 再说 还有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每天你要盯着小虎 吃那个盖片 这是孩子每天必须要的营养 不吃 搁我们家也得搁坏了呀 哎呀叔陪你看看吗 我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洗衣服 这一大堆衣服 妈走的时候又放了两件 我还要给爸做饭 而且爸要吃面条 你儿子要吃炒饼 吃完炒饼我还要哄他睡觉 我到现在 我连一口饭一口水还没喝呢 我 我跟别人说过 从家 他这人呢 他这人不坐在一起 根本不加的 我看他 你儿子要四十多 等我 我看他 我看他 你儿子要 我看他 你儿子要 我看他 我看他的 这人还找到 我眼中 我看了 他要说 我看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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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他怎么回事 天天回来躺床就睡 一天也不跟我说几句话 有时候跟儿子闹一闹 这两年个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可能 可能这男人在外面工作也是忙 常理事也多 他也心疼 原来舒贝哥不这样 你知道吗 他呀小的时候老带我 我好想看 我好想看